《 魔物獵人》 充滿了日式和風味的《魔物獵人》崛起 最近公開了第二支宣傳影片 以及武器介紹影片等大量新情報 本作的村莊神火村盛行傳統之鋼 在這裡的武器和防具加工店等等 對獵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設施 各具個性的居民也會為獵人提供支援 讓獵人們好好養精蓄銳後再出發狩獵 然而神火村至今曾經受到多次擺龍夜行的災禍侵襲 村民們每天努力修行 建造了堅固的堡壘 就是為了避免悲劇發生 影片中也公開了全新的地圖水墨林 不曾間斷的水流進入了大部分的地區 而當中的巨大遺跡尤其引人注目 只要運用翔蟲就能夠爬到頂點 在這裡棄襲了各式各樣的魔物 新登場的仁魚龍會用喉嚨上的器官揮灑睡眠粉 讓獵人陷入昏睡狀態 血愛惡作劇的天狗獸則是會丟出他儲存在腹部袋子內的柿子 來玩弄獵人 此外水獸、毒狗龍等熟面孔也會在此出現 各位獵人準備好再次挑戰他們吧 在崛起中總共有14種武器可以使用 接下來一起來看看目前公布的其中10種武器吧 弓可以施展多種射擊方式 除了機動性高之外 還能夠以槓射、取射、龍之衣石等招式 在各種場合充分發揮 此外還可以裝填各種瓶子 使獵物陷入狀態異常 鐵蟲絲招式猛力拉弓 會迅速朝操控搖桿的方向移動 並在一段時間內強化攻擊力 弓之吐息可以在迴避的同時 蹲下來極速恢復耐力 發動招式時不會受到魔物的攻擊 雙劍能夠施展木鷗般的連續攻擊 還能夠施展鬼人化 以耐力為代價 再次提升行動速度 鐵蟲絲招式朦朧幻翔 發動後會朝操控搖桿的方向移動 若在移動中受到攻擊 則會翻身迴避並同時進行攻擊 鐵蟲斬絲將會定時爆炸的鐵蟲絲 纏繞在苦無上並以其攻擊目標 並在之後按照武器攻擊命中的次數 給予追擊傷害 最受歡迎的太刀特色是不斷斬擊獵物 就能夠累積煉氣技量表 並能藉此施展高威力的氣燃斬 帥氣的看破、噴居核等動作 雖然急需技巧 但是成功使出的成就感 也是讓獵人們趨之若霧的原因 鐵蟲絲招式飛踢 會向前方跳躍並同時攻擊 命中後會發動下墜圖刺 水月之行則是反擊招式 發動期間受到攻擊的話 就會迅速向對方反擊 長槍的防禦性能十分強大 擁有堅固的盾牌 能夠擋下強烈的攻擊而不為所動 還能夠在防禦狀態下攻擊與移動 鐵蟲絲招式決鬥戰身級 會使用苦無攻擊目標 藉此吸引目標的注意 在防禦的同時還能夠往魔物的位置跳躍 鐵矛狂怒發動後若是在架盾時受到攻擊 便可以使攻擊力提升一段時間 提升幅度會隨著承受攻擊的威力而變化 輕弩槍可以從遠距離展開攻勢 能夠使用不同的子彈來應對各種情況 例如以速射連續攻擊 或是以狀態一長彈進行輔助 鐵蟲絲招式鐵蟲絲滑走 能夠迅速向前方移動拉近距離 再接著使出具有切斷屬性的近距離攻擊 迴旋跳躍 在高高跳起後可以接續射擊或裝填 也可以朝陣下方發射起爆龍彈 重弩槍雖然槍身承重 不過火力強大攻擊力出眾 裝填機關龍彈 狙擊龍彈兩種特殊子彈 就可以依據不同的情況靈活運用 鐵蟲絲招式自在鐵蟲絲滑走 為重弩的槍提升的機動性 還可以接著使出近身攻擊或迅速收刀 反射射擊發動時將施放鐵蟲絲 擺出反擊架式 收到攻擊後可以改變方向朝對方反擊 大鎚是靠重量增加破壞力的打擊武器 同時又擁有與外觀不符的機動性 能夠使用多遍的蓄力攻擊 擊中頭部還能夠使魔物昏厥 鐵蟲絲招式 鐵蟲迴轉攻擊 會向前方跳躍並同時使出多重迴旋攻擊 還可以蓄力使用 流星穿地擊發動後往正上方跳起 並盡情強力的攻擊 還會依據發動攻擊前的蓄力階段 提升攻擊次數與傷害量 單手劍破綻小適合連續攻擊 攻擊招式千變萬化 而盾牌除了防禦之外 還能夠用於打擊目標 鐵蟲絲招式 飛影 會向前方跳躍並同時攻擊 命中後可以銜接後續攻勢 風車圍讓鐵蟲絲纏繞在箭上揮動的招式 發動期間會保護獵人不受到魔物的攻擊 操闖棍可以操縱獵蟲 從獵物身上採集精華 強化自身的能力 還能夠縱身一躍跳向空中 腳踩魔物 進行足不落地的空中戰鬥 鐵蟲絲招式 鐵蟲絲跳躍 在大幅跳躍後可以接續各種動作 更進一步強化操蟲棍的空戰能力 獵蟲回歸能夠在迴避的同時召回獵蟲 返回時會恢復獵人體力和獵蟲耐力 衝槍除了長槍本身的防禦性能之外 還追加了砲擊功能 透過各種各樣的砲擊動作壓制魔物 同時尋找施展威力強大絕招的機會 鐵蟲絲招式 鋼鋒利刃 在施展上撈斬的同時會裝填彈藥 降落時施展的敲打攻擊 則可以縮短龍擊砲的過熱時間 鐵壁尖槍需要抓準魔物攻擊時機來使用 成功發動的話就能夠回復武器的銳利度 魔物獵人崛起將在明年3月26日 於Switch 平台發售 明年1月還會提供期間限定的體驗版 讓等不及的獵人們搶先體驗喔